竹子的葉子呢 竹子的葉子它是 它是長在 分枝的最後一節上面 比如說這個分枝到這裡 那麼葉子呢 它會在這個地方 分枝會這個葉子會在這個地方 而且是附生的 而且是附生的 你如果把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 最後的分枝啊 那個葉子把它抽出來的話 它有一個葉竅 我這個是個葉 這個是個枝條 那這個 它有一個竅這樣包起來 然後木端的時候才是 才是葉子 它一個包竅這樣包起來 這邊也一樣 一個包竅 然後才有葉子 它是附生的嘛 這裡一個 再另一個 再另一個 這樣子 附生的 這個葉子的構造 你知道之後 你要畫養豬 你才知道 怎麼畫 好 現在我們要先畫 拉個桿子 我們在講 講解示範的時候 我們 我們所畫的那個 畫的那個 那構圖 大部分是在 竹子的中間 中間 因為竹子很長 它不是三層樓高 一層樓啊 平均大概三公尺 三層樓就九公尺 那麼高 你要把它入畫 你如果沒有 取一劫過來的話 你怎麼去畫 那麼長 對不對 本來我 我今天 在最後的 那一段 我要帶來 滿長的喔 結果 老頭子就這樣 我再不連光 就忘記了 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 沒關係 那個放一個禮拜 不會換 我下個禮拜帶來 夜子會扔掉 夜子三天又扔了 我不需要夜子 我現在是 那你們看它結 上面的 那個分支怎麼長 然後 到了末端的時候 到竹竿的末端的時候 它是一結一結 越來越縮小 越來越縮小 在靠近土的地方 也是比較短 那越來越長 對不對 然後到了三四節以後 都差不多一樣長 到了末端的時候 它要開始又縮了 一結一結縮小 所以本來我拿給你們看 好 現在我們先來畫一個竹竿 然後畫一個分支 然後畫養竹 養就是頭養起來 那個養 養竹 也叫做情竹 好 好 二 三 四 好 好 那這個我們把竹竿先 拉好 然後拿一隻小楷 我們來畫 那小楷我們來畫那個 它的結 好 那個同學們畫結的時候 還是不敢誇張啊 我們把它誇張一點 沒有關係 好 現在呢 分支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啊 不要太開 開了不好看 不是沒有油了 竹竹的 竹子的分支 是有這樣開的 但是呢 你畫的時候 要畫美嘛 所以呢 要靠近一點 大概只要十五度 你們看呢 這個每一個分支 是直線拉的 不要彎 一彎就沒有力道了 沒有力道了 直線拉的 好 再來那一邊也是 也是分支啊 先 一兩個分支就好了 然後我們要畫 那個 要畫那個 那個 它的 葉子 它有時候呢 這個竹子啊 它分支出來之後呢 它還會分支 還會分支 比如說 這個地方 分支出來 這邊 這邊 這邊又分支了 還會喔 還會啊 好 我們現在來做例子 現在哪一個大 男竹 哪一個大男竹 哪一個大男竹 好 現在我們要來畫 葉子啦 筆肚子是淡末 那筆尖是濃末 那個 這個葉子 它是附身的 所以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一 一大一小嘛 不必要兩個一樣大 一大一小就好 這樣子 而且呢 有個距離喔 不是在同一點出來的 不是在同一點出來的 這個就是養豬啊 這個就是養豬啊 就這麼簡單啊 這邊 一大一小 你也可以 一大一小 你也可以 一小 這邊可以 一大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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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豬就是這樣子喔 那你可以 很隨性的喔 你可以在 其他地方再加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要加個 要加個這個 可以喔 等一下再去拉 那個枝條就好了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喔 有这种情形喔 那现在 你们看看啦 这里一坨 这里一坨 对 一坨 这样子 对 一坨 这样子 对 一坨 这样子 可以 像他吗 对 一坨 这样子 对 一坨 这样子 所以說養豬它的枝條就是要畫細一點 因為它是新的枝條 就是細的枝條 所以枝也要比魚竹的還要再細 不用不用